下面来看一下第三节 合同的效果 合同的生效的失恋 原则上来说 依法成立的合同 合同成立时即生效 我们一会儿听成立 一会儿听生效 现在我告诉大家 原则上成立即生效 讲完了之后讲例外 如果需要批准和登记的 怎么办 我们来看法律规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需要办理批准等手续后 才能生效的 那么办理批准之后才能生效 比如说 国有企业转让资产的合同 虽然国企和受让方一丝一致的 但问题是 你转的价格 有没有可能导致国有资产优势 得有相关部门的批准 批准之后 合同才能生效 没有批准之前 就算你们双方都签了字了 成立 当时没有生效 当时如果 属于是当时人 没有办理登记手续 应该办理登记手续 没有办理登记手续 这个时候是不影响合同效率 我们在第三章讲过 合同是合同 误权是误权 比如说 不动场的买卖合同 抵押合同 无论是不动场的买卖还是抵押 都应当进行登记 登记之后 误权才生效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没有登记呢 不影响买卖合同 和抵押合同的效率 好 前面讲第二章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介绍过 负条件或者负期限的合同 那么 至于负生效条件的合同 它往往是自条件成就时期生效 如果条件没有成就 合同只是定立了 但没有生效 对吧 如果不正当促成条件成就的 视为条件 对于负生效期限的合同 自期限 介质是生效 如果期限还没到 合同只是定立了 也没生效 所以大家会发现 一些法律行政法规 它规定需要批准后 合同才能生效 那么合同成立时间 和生效时间相分离 另外一个负生效条件 或者负生效期限 这种合同 也是定立时间 和生效时间相分离 那么 合同最后的效力呢 分为四大类 这个在第二章 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的时候 就给大家介绍了 有效无效可撤销和效率代理 我不再一一介绍 那么 合同效率的层次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广义的无权代理合同 无权代理合同 我们知道 代理人没有代理权 他以被代理的名义 以第三人定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原则上 我应当视为什么 这个合同是 效力代理的 但是 如果被代理人 追认你 比如说 接受了相对人履行的义务 视为对合同的追认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解释 无权代理合同 在原则上是效力代理的 相对人 是不能找被代理人 履行债务的 只能去找行为人 因为行为人 才是你的合同相对方法 只有三个例外 可以打破合同相对方法 哪三个例外 第一个 职务行为 就是行为人 他的行为 被被代理人吸收了 因为行为人 他代表着被代理人 比如行为人是项目经理 那当然可以代表被代理人 这个总包方了 第二种情形叫表现代理 内容不详细讲 也就是说 虽然我没有代理权 但是我具有代理权的外观 给相对人看上去 我是有代理权的 而且相对人 对认为我这个行为人 有代理权 没有重大过失 它是属于上一 在这种情况下 构成表现代理 一旦构成表现代理 那么合同的相对方 就变成了相对人和被代理 第三种情形 虽然是无权代理合同 但是被代理人事后追认 或者在事实上 接受了相对人的一个旅行 这种情形下 比较肯定的合同效率 这就是三个例外 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表现代表 表现代表和代理有什么区别 代理是需要有授权书的 而代表 法律里面就规定了 他直接可以代表被代表人 代表他的公司 或者是非法人组织 我们来看一下 法定代表人 或者是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 超越权限定的合同 比如公司内部的章程 规定了这个法定代表人 只能干什么干什么 但他超越了前选 除非是相对人知道他越权了 否则代表行为直接有效 而且他无需出具任何授权书 因为代表肯定是表现的 对吧 你查一下天眼 查一下启茶茶 查一下工商登记网 你竟然查出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就是你眼前这个人 他当然代表公司了 他当然代表这个非法人组织了 所以他代表这个公司跟你之间 所签订的任何合同 都代表这个公司跟你之间 建立起零食法的关系 但如果他声称是公司的代理 你得请他拉出授权水 而代表是不需要的 所以代表是天然的表现代表 除非是你明明知道他越权了 如果你不知道他越权 是不能对抗第三人 一句话 对法定代表人的内部限制 不得对抗第三人 第三 当事人对超越经营范围 所定的合同的效力 我们应该按照什么 明法典总责篇和合作篇的 相关规则来进行确定 不得以超越经营范围 直接确认合同不效 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经营范围 通常在公司上登记上 都会对外进行公示 但是很多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在日常行为中 会超越自己的经营范围 从事某些民事法律活动 这种情况下 并不当然会认定合同不效 毕竟他违背的 不是法律和强制性的行政法规 当然是如果他一旦违背了 这种情况下 这种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 也会被认定是无效 比如说你是卖汽车的企业 你突然去卖房子 你就得有销售许可证 或者预售许可证 你没有你定例的 房屋的销售合同 或者预售合同 就是无效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四节 合同的旅行 我们看一下合同旅行的一个 一般的规则 那么合同的旅行的规则 一般来说是 有约定 办约定 没有约定怎么办呢 没有约定事后协商 协议补充 但是如果协议补充 也达不到一致意见怎么办 按照合同的相关条款 或者交易习惯来确定 都是套话 但是如果按照合同相关条款 相关交易习惯能够确定的 那就没有后面的考点了 问题是 忍不能确定的 怎么办 按照明发点511条 以及其他的法定规则 来予予确定 这里面我跟大家讲一点 什么叫内容约定不明 什么叫没有约定 或约定不明 那么没有约定 或者约定不明的 比如像价款或者报仇 比如像交付的地点 比如像交付的方式 这些统统属于应当在合同约定 当你没有约定 或者约定不明 就会发生争议 争议怎么办 有商有量 协议补充 协议补充不了 看相关条款 或者交易习惯 还是不行 请看明发点511条 以及其他法律规律 就是这个游戏规则 那好了 我们有学员问了 那如果是双方 对于这个标的物 甚至数量都约定不明 那是不是也适用于 名发点511条 我告诉大家 不适用 此处的约定不明 是不包括标的物和数量 这标的物和数量 应当在邀约中就已经明确了 如果你标的物和数量 到现在都没有明确 合同怎么成立的呢 都成立不了 对吧 合同都没成立 还谈什么旅行呢 所以旅行一定是建立在 合同已经成立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看 哪些东西 哪些问题 可能是没有约定 或者约定不明 最后不得不 求足以名发点511条 第一个是质量要求不明确 怎么办 对双方之间质量要求不明确的 前面套话我就不讲了 名发点511条会定 首先看强制性国家标准 有没有 没有 按推进性国家标准 还是没有 看韩业标准 还是没有 好点来了 通常标准 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 什么意思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贾厂 这个电脑生产企业 那么它向一厂购买 住宿模具 用来生产14寸电脑显示屏的外壳 结果模具高度差了0.5厘米 那大家都知道 这个电脑的显示器 14寸 讲的是对角线的一个长度 如果你高度 差不多差了15厘米 那你对角线会差的更多 虽然在合同里面 没有约定具体标准 就差0.5厘米 算不算过分 没有约定 也没有国家标准 或者行业标准 但是问题是 我贾厂 拿了这个高度 差0.5厘米的住宿模具 我还能不能生产出 14寸的电脑显示屏呢 生产不出来了呀 所以我生产了电脑显示屏 这个要求就满足不了 而这个要求 是我购买住宿模具的特定标准 所以视为质量不合同 再来看第二个 如果价款或者报酬预定不明确呢 按定例合同时 旅行地的市场价格 依法应当实行政府制导价 或者政府定价的 按规定旅行 这什么意思 透半句没什么考察点 看分号前面的 分号前面对价款或者报酬预定不明的 给了两个信息 两个考虑 第二考虑 按定例合同时 第二考虑 旅行地的一个价格 这什么意思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问题 乙是个买房人 从假开发商里面 购买了七房 那么预售合同中约定 他买的这套房子是100平方 多退稍补 当时买的时候 单价是2万块钱 七房嘛 签订合同的时候没有交付 两年之后才交付的 交付的时候 房价上涨到3万块钱 一个平方 实际测量 房屋是102平 也就是说 得给假开发商 去补两个平方的差价 对吧 当时说好了是100个平方 单价2万 花了200万买了 但是现在是102平方 对不对 你不给开发商补两个平方吗 说好了多退稍补 但是按什么样价格 多退稍补呢 是按当时定例合同时 2万的单价 还是按现在交房时 3万的单价呢 关键词 定例 合同时 所以正确答案 应当给他补4万 2万的单价 补两个平方 再来看第三点 对于履行地点 约定不明确的 如果是给付货币的 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 如果是交付不动场的 在不动场所在地 而其他标的的 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 这段话讲的是什么 结合我们刚才那个指令 如果价款或者报酬 约定不明 在定例合同时 是履行地的时代 好了 当时双方之前买的是什么 买的是房子 房子是什么 是不动场 所以不动场的 履行地在哪里 不动场所在地 对吧 好了 但现实中 履行给付的标的 不一定都是不动场 比如说可能给钱 对吧 买方有付款的意味 但买方没有付钱 请问 约定的履行地 应该在哪里 或者是双方交付的 可能是动场 或者是某一个行为 对于这种叫其他标的 它是按什么 按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 我给大家分别举例子 先看这么一个例子 广州甲企业和天津的乙企业 它签订了农场品种子的买卖合同 没有约定履行地 乙企业要求甲企业送货上门 甲企业能不能进 首先他们所交易的 是什么没有约定 获得约定不明 旅行地 好 来看 对于旅行地约定不明 到底应当在哪里旅行 民法典五百一十一条是怎么规定的 分成三类 货币 不动场 和其他标的 他们交易的是什么 农场品种子 是不是属于其他标的 现在的讨论农场品种子 到底交付到哪一个地方 如果在合同中没有约定 而双方又协商不了 又没有交易习惯 此时法律规定是 履行义无一方所在地 谁是履行义无一方 种子在谁的手里 谁就是履行义无一方 谁是卖方 甲企业是卖方 广州甲企业是农场品种子卖方 所以履行义无一方所在地 在广州 因此一企业要求 甲企业送货上门 甲企业可以拒绝 我说明白了吧 这叫做 在履行义无一方所在地 就我没有送货上门的地 我们再来看一下 对货币的一个 合同旅行地的一个问题 先来看个问题 甲巷已借了两二十万 迟迟没有规划 已催要未过 准备起诉 已是出借人 甲是借款 双方没有约定管辖问题 请问已可不可以在家门口起诉 甲企业一看 这跟我学习有什么问题 这讲的是什么 讲在哪里诉讼 老师上课没讲这个问题 这里面有个跳跃性的支点 我给大家补充一下 表面上问的是在哪里起诉 是个管辖问题 但实际上问的是什么 是履行地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民事诉讼法第23条规定 合同纠纷体的诉讼 可以在哪里去选择 一个在被告住所地 一个是在合同履行地 被告住所地在哪里 谁是被告 甲相乙借了钱 甲没花 所以甲的所在地是被告 那我乙 问甲要这20万 我还得劳民伤财 跑到甲所在地去起诉 我肯定不想干 我想在自己所在地直接起诉 那么合同履行地 和乙地 有没有链接了 所以如果有链接 那么就可以直接确定 管辖法院 好 下面我们看 民伤点511条 如果是给付货币的 再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 我们来看一看 这道题是什么 给付货币 甲相乙借了20万 现在乙要求甲还请 如果甲还了 谁是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 乙是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 所以乙要求甲去归还 那履行地应当是什么 出借人所在地 所以合同履行地 就可以是在乙的家门口 正确答案是可以 我说明白了吧 所以确定给付货币履行地的意义 其实在确定管辖法院 下面我们来看一道三选题 甲乙两个公司的住所地 分别一个在北京 一个在海口 甲乙购买了一批海南产的香蕉 三个月后之后交货 但合同对于履行地点 以及价款都没有明确约定 履行地点和价款 双方也没有人就有关内容 达成一个补充协议 依据合同的其他条款 或者交易习惯 也没有办法决定 这句话就引入了什么 适用于民法典511条了 根据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面关于合同履行价格的表述 正确的是 对于价款和报酬 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 但适用民法典第511条 此时应当适用于什么呢 看到定立合同时履行地的一个示范家 定立合同时 首先就把C和D排除 在AB里面选 但问题是 到底是选海口还是选北京 履行地是什么地方 来看一看 那么这到底的标的是什么 海蓝产香蕉 那么香蕉是动产 不属于不动产 也不属于货币 属于其他标的 那么既然是其他标的 根据法律规定 应当是由旅行义务一方所在地 那么旅行交付香蕉 义务的人是谁 是乙公司 他在海口 所以按定立合同时 海口的市场价格率 正确答案 应当选择A 咱们来看 第四种情形 是旅行期限 约定不明确的 在这种情况下 债务人可以随时旅行 债权也可以随时要求对方旅行 但是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 比如说 甲乡已借了20万 你当时没好意思在戒条里面 约定还款时间 甲呢 可以随时规划 乙也可以随时要求甲规划 但是必须给对方一个合理的准备时间 这个时间五天七天十天 都算合理期间 但是不能要求对方立刻规划 这是旅行期限的规律 再看旅行方式 旅行方式不明确的 按照有利益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来进行旅行 举个例子 比如说 买方人甲和已开发商签订了商品房预售合同 双方没有约定 这个合同最后的违款200万 用何种方式支付 这支付方式没有约定 金额确定是200万了 对吧 也没有约定违款支付的具体时间 在这样的情况下 甲买方人支付完首付款之后 要求以公积金贷款的形式来支付违款 当时已开发商 他觉得公积金贷款的下款时间太长 他说我只能接受现金 不能接受贷款 更不接受公积金贷款 这样我们来看 双方式没有办法协商达成一致了 怎么办 首先 从实现该合同的目的上来看 当时买房人是一时拿不出这么多现金的 当时他想买这套房子 适用于公积金贷款的话 更加有利于履行合同 你让他掏这么多现金他掏不出来 当然让他办理贷款他能办下来 因此用公积金贷款的方式 更有利于实现合同的目的 我们来看第六小点 履行费用负担不明确的 有履行义务一方负担 因为债权的原因增加了费用 有债权承担 这什么意思 比如说卖方甲和买方椅签订了设备买压楼 双方约定在大连杆交费 当时没有约定运费谁来承担 在这样的情况下 应当是履行义务一方来承担 谁是履行义务一方 交易的标的是设备 那么履行义务一方应当是卖方甲 如果是双方没有约定在哪里交货 其实就应当是什么 应当是甲的所在地 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履行地 当然双方把履行地约定好了 是在大连 那么甲就应当在大连交货 那当然了这个费用 运费 也应当是卖方甲在这 好了 下面如果是义务一方 临时更改了交货地点 他把交货地点改到了 距离甲更远的青岛港 在这样的情况下 增加的费用则不能让加成大连 增加的费用是债权的原因所导致的 所以应当是以方来成 我说明白了吧 这张表格里面涉及到质量要求 履行期限 履行方式 价款报酬 履行地点和履行费用 在没有约定和约定不明的时候 明法点511条的如何规定 大家可以课后自己做一个比较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质量 涉及到第三人的履行规则 前面我们给大家介绍过 合同是有相对性的 那么合同的相对性 体现在定立合同的双方单身 相互之间应当履行义务 那么你不能向第三方进行主张 对吧 当然是我们这里面 涉及到第三人履行的时候 要重新探讨一下 合同的相对性有没有意外的 我们首先看 涉及到第三人的第一个 向第三人履行 就是第三人是受益人 虽然他没有参与定立合同 但他享有定立合同的一方 向其履行义务的权利 好了 根据他这个权利 有没有请求权的主张 我可以进一步的细分 他是真正的利他合同 还是不真正的利他合同 什么叫真正利他合同 就第三人是有请求权的 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阅定 第三人可以直接请求债务人 向其履行债务 而且第三人呢 也没有在合理期间内明确拒绝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表示他接受了 如果债务人没有向第三人履行债务 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合同约定的 那么第三人可以直接请求 债务人承担违约责 你看第三人没有去找合同的定立法 没有去找债权人 让债务人承担违约责 而是自己直接请求债务人 承担违约责任 是不是打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啊 所以真正有利他合同里面 第三人具有请求权 他没有参与定立合同 他却对合同定立一方的债务人 具有请求权 比如说死亡保险的授亿 对吧 那投保人可能投入是死亡一些 那投保人都已经死亡了 债权人都已经死亡了 这个时候当然需要什么 真正的利他合同 由第三人行使请求权 要求保险公司进行推厂 那么不真正的利他合同是什么 不真正的利他合同里面 第三人是没有请求权的 如果债务人没有向第三人履行债务 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合同决定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第三人自己没有办法向债务人 直接主张权利 只能怎么样 只能去找债权人 由债权人向债务人助张违约责任 严格遵守合同的相对 那么刚才讲的是向第三人履行 下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 由第三人履行 就履行债务的 不是定立合同的债务人 是第三人 如果当时约定 由第三人向债权履行债务 假如第三人没有履行债务 或者是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 那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 也要遵守合同的相对性 比如说 A 他是出租人 B 是陈租人 那么陈租人 一直请求C 比如C是B的儿子 让C帮自己付房租 每一个季度 C的房租 都直接倒到A的账户上 这是不是由第三人履行 但是第三个季度 C没有付房 在这样的情况下 A能不能直接要求C付房呢 不可以 因为A和C之间没有合同 A和B之间有合同 那么第三人C没有履行债务 A只能向合同的相对方 向陈租人 主张违约责任 这也是严格遵守合同相对性 我们再来看一个 由第三人 代为履行 那么由第三人代为履行 我们来看一下 民法典第524条是怎么规定的 就债务人如果不履行债务 第三人对履行债务 如果有合法利益的 第三人有权 向债权人代为履行 但是根据债务的性质 按照当时的约定 或者法律规定 只能有债务人履行的除外 那么和前面由第三人履行 不一样的是 由第三人履行 他往往是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 像这个案例里面 由C代B这个债务人 代为履行B的债务 再来看第三点 由第三人代为履行 这种情况下大家想想看 那么他与由第三人履行 有什么区别 我们来看一下 民法典第524条规定 如果债务人不履行债务 第三人 对履行债务有合法利益的 第三人有权 向债权人代为履行 什么意思 前面所讲的 由第三人履行 是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 由第三人 向债权人履行债务 而第三人代为履行 是没有任何合同约定 而且第三人 也不是为了债务人利益 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向债权人代为履行 比如说 A把房子出租给B B把房子出租给C 这涉及到一个转租的问题 那现在什么情况呢 现在是B跑路了 人间增发了陈族人 脱却A的租金 A怎么办 A要行事误上返还起 我A跟你C 也没有合同关系 我要把房子收回来 而C和B 根据合同相对性 C说我房租付给B了 那A说你不要找我 你去找B 跟我没有关系 我要收房子 那C说好吧 那这样 我再付一笔房租给你 B拖卸你几个月的房子 我把这个钱补给你 我代为履行 但是你不要赶我走 首先 A和B没有在合同中约定 由C代位履行 而且C也不是为了B而履行的 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能够不帮家 这种情况就满足 民法典第524条 第三人代位履行 不过如果是这个债务 根据性质 或者根据约定 或者根据法律规定 只能是债务人自己履行的 你不能代为履行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债务 是金钱债务 比如双方之间约定的是什么呢 你约定的是 请A过来办一场演唱会 那么A所履行的债务 是过来进行演唱的这么个债务 进行表演的这个债务 他说我请经纪人出场 可不可以 不可以 第三人是不得代位履行 好了 如果债权人接受了 第三人的履行之后 其对债务人债权 转让给第三人 除非是债务人和第三人 另有余力 也就是说 如果A接受了C的付款 那么A对B的债权 就转化成什么呢 C对B的债权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反例 贾邀请著名歌手 已出席电影开幕时 并表演 已不能到场 其经纪人柄代为履行 在这种情况下 贾是可以拒绝接受的 因为这个代为履行 是根据合同的性质 不应当代为履行 人家要看的是著名歌手 已的表演 而不是他经纪人柄的表演 下面我们来看 第二个大的支援力 双五合同旅行中的 一个看病权 什么是双五合同 在前面讲合同分类的时候 我们说过 合同可以分为双五合同 和单五合同 如果是定立合同双方 互相附有履行债务的 这样的义务 而且两个债务之间 相互牵连 这就是双五合同 那么双五合同 它涉及到一个 抗辩权的问题 又来了这个词 抗辩权 抗辩权指使什么 债权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 债务人以合法的原因 有法律依据的原因 拒绝履行债务 这个叫抗辩权 抗辩权在双五合同中 它有三种 同时履行抗辩权 先履行抗辩权 和不安抗辩权 是传统的考点 我们先看同时履行抗辩权 这指的是 双方当神互付债务 但是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 针对这种情况 应当同时履行 比如说我们在超市买东西 通常情况下 默认是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你在收银台里不付钱 那么收银员就没有义务 把货给拿走 在这种情况下 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 都是有权拒绝 他对自己提出的 先履行的提出 必须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而且一方 在对方履行债务 不符合约定的情况下 也有权拒绝其 相应的履行行程 比如买卖合同 你买了一个设备 见过设备不符合标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方要得付款 你就可以不付 你要求退货 什么时候把符合我要求的 这个设备拿过来 我什么时候符合 接着来看 先履行看片权 先履行看片权 和同时履行看片权的区别是 同时履行看片权 没有约定履行的先后顺序 而先履行看片权 是约定了先后履行顺序 谁先履行 谁后履行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先履行义务对方 当时如果没有履行 后履行义务对方 有权去拒绝 他要自己先履行的要求 而且先履行义务对方 如果履行债务 是不符合约定 后履行义务对方 也有权拒绝 相应的一个旅行期 什么意思 比如说 A和B 双方之间约定 上午九点钟 A 把手机 交付给B 下午 把款项 打给A 这是一个什么合同啊 手机的门 上午九点钟过了 A并没有把手机交付给B 约定了 先交货 后付款 但是A没有履行义务 那么时间滴答滴答 走到了下午两点 A却厚着脸皮来找B 说你应当先付钱给我 到两点了 这手B可以拒绝 因为双方 约定了履行的先后顺序 应当是A先履行 而B后履行 在A没有履行的情况下 B可以拒绝它的履行请求 我们来看一道选择题 贾合已签订了一份本贷合同 双方约定 贾提供一批货物给予 货到后一个月付款 这道题跟我刚才举的例子一样 货到付款 合同签订后 贾迟迟没有发货 以催问贾 贾称自己资金紧张 贾无法购买生产该批货物的原料 要求已 先付货 合同约定是什么 合同约定是 货到一个月内付款 但是现在他要求对方先付款 以拒绝了假的要求 以拒绝假的要求 这个看辩理由在法律上称为什么 合同约定了先后履行顺序 先履行义无一方 没有履行义 他要求后履行义无一方先履行义 后履行义无一方有权拒绝他的要求 这时候这个看辩权就叫先履行看辩 应当你先履行才能到我 所以大家发现 先履行看辩权是谁提出来的 是后履行义无一方提出来的 对吧 第三点 也是考试在三个看辩权里面 考的最多的一方 不安看辩权 不安看辩权 也是约定了履行的一个先后顺序 只不过这一次提出看辩的 不是后履行义无一方 而是先履行义无一方提出来了 他不想履行 但是他必须确确确确证明发生了下列情形之一的 他才能合法的提出先不能履行的要求 什么 对方的经营状况严重恶化 对方有转移财产 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这样的迹象 对方已经丧失了性质 或者是有丧失 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的其他情形 下面的情形大家会发现 明显是后履行义对方 感觉他不行了 如果我先履行义 很高的概率会时辰搭 对方要么不能交货 要么不能复货 那我明明知道前方有凶血 我何必在这么僵硬的执行这合同的约定呢 所以我可以提出什么 终止旅行 那么在考试的时候 他经常举的例子 比如说后履行义务对方破产了 比如说后履行的义务对方 他没货了 而且还在转移财产转移到他处 那这种套路一出现 那先履行义务对方 就可以终止 为什么是中间的中 因为他及时通知对方 向对方提出 如果你能够提供担保 我会恢复率 并不是脚子旁的中 而是中间的中 我给你个机会 那你现在不是快破产了吗 如果你能够提供担保 保证我把货发过去 你会付钱 那我就先发货 如果对方理都不理理 也没有提供合理担保 我们来看怎么办 对方在合理期限内 没有恢复旅行能力 并且也没有提供担保 视为什么 视为自己的行为 明确表示 他不想履行主要在乎 是谁自己的行为 是先履行义务的方 还是后履行义务的方 是后履行义务的一方 以自己的行为表明 他不想履行主要在乎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先履行义务的一方 或者是终止履行义务的一方 可以怎么样 可以解除合同 这黄色的字体 属于法定解除权 我们后面讲合同终止的时候 还会再讲 并且要求对方承担 违约责任 看明白了吧 就是说 虽然我是先履行义务的方 合同约定 应当我先履行 我应当先交货 你后付款 但是问题是 我有确切的证据证明 你要破产了 你要抽套资金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先向你发个函 要求终止履行 并且要求你提供担保 如果你能够提供担保 我会恢复履行 先获后款 如果你不能提供担保 而且在合理期限里面 你也没有恢复履行能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不好意思 我再给你发一个函 要求解除合同 一旦合同解除 我对你就没有 交付货物的义务 但是如果你给我造成了损失 我还可以追究你的 违约责任 说明白了吧 这里有个小提示 如果是主张 不安看遍群的一方 他没有确切的证据 终止履行 这样的情况下 谁承担违约责任 那么主张终止履行的一方 承担违约责任 所以确切证据很重要 来看一道题 2020年 张三打算购买养殖户 李四200头生猪 并签订合同 预定好了是5月1号 张三来付款 5月5号 李四一次交货 然而因为疫情的需求 李四的生猪 被全部发往武汉 那么双方预定 5月1号 张三应当先去付款了 对吧 结果张三在前一天 4月30号 在新闻上得到这个消息 知道李四已经没货了 我前过去的打水漂 他把资产正转移到他主 于是决定终止履行 并通知李四 合不合法 合法 合同约定了先后履行顺序 应当是张三先履行 李四后履行 但是先履行义务对方 有确切的证据证明 后履行义务对方 很可能没有办法 所以他可以终止履行 通知李四 要求李四提供担保 否则解除合同 然而时日之内 李四没有回复 视为李四以自己的行为 表示不再履行主要债务 在这样的情况下 张三可以解除 深入的卖卖合同 并要求李四 承担违约责任 看一道网练考题 这些道单选题 甲义双方签订了一份 煤炭买卖合同 预定是甲向义 买煤炭一千吨 数量标的确定 甲呢 于四月一号 向义支付全部煤款 义是收到煤款半个月之后 装车发煤 是先款后货 对吧 好 三月三十一号 甲调查发现 义的煤炭经营许可证 四月十五号就到此 还有半个月 煤炭不是谁都可以去挖掘的 那是属于非法开采 你只有经营许可证了 你才能开采 还能开采十五天 结果发现 目前煤炭的库存 仅剩七百一吨 就是我十五天 能不能再增加 开采三把吨 结果发现 这七百吨 也不是留给我的 正加紧讲库存 煤炭发往别处 那你说剩下的十五天 你根本就不想补给我了 于是假决定 赞不向已付款 并于四月一日 将赞不付款的决定 及理由通知的义 就是终止旅行 根据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列表出正确的事 假在兴使什么看见权 不安看别人 有没有权利这么做 有权 赞不得 正确答 应答 选择地 因为你的行为 让我心中感到不安 所以 虽然我是先旅行 又对方 我也会终止旅 接着我们来看 第三个指令 暗份之寨和年代之寨 我们来做一个区分 明发典第五百一十七条 如果债权人为两人以上的 标的可分 可以按自己的份额 向有债权 为暗份债权 倒过来 如果债务人为两人以上的 标的可分 按照各自的份额 各自承担债务的 为暗份债务 这叫暗份债务 比如说举个例子 那么 BC两个人 对A 负有共同债务 那么在合同中约定 那由B 清偿 百分之五 由C 清偿 百分之五 如果这个债权是八十万 也就是B和C 各自承担四十万 所以A向B和C两个人 分别主张的时候 最多最多 只能主张到四十万 比如说 如果B 这四十万花了 那么A就只能再向C主张 我们来看一下 年代之债 根据民法典地五百一十八条 如果债权为两人以上的 部分或者全部债权 可以请求债务人 履行债务的 为连贷债权 而倒过来 债务人如果两人以上的 债权可以请求 全部或者部分债务人 履行全部债务 可以让部分债务人 履行全付债务 所以债务人和债务人之间 是连贷关系 为连贷债 当然了 有学员就会问了 那岂不是对某些债务人 不公平 那这个债务人 不是帮别人多付了钱 对 有人搭了电车 没关系 如果是有债务人 比其他债务人 多付出的份额 你可以向其他债务人 进行追一场 简单来说 债务人和债务人之间 他们内部可以约定 每个人对债务 各自清偿多少 但是他们内部的约定 如果没有得到债权人认可 只在债务人之间有效 而对债权人有效 所以债权人 仍然可以找 全部和部分债务人 承担百分之百的债务 如果 那个多承担的债务人 他可以根据 他们之间内部约定 向其他债务人进行追传 我们来看一个提示 如果连贷债务人之间 他连内部约定都没有 份额难以确定的 怎么办 视为份额相同 如果是某一个债务人 实际承担的债务 超过了自己份额 那么他有权就超过了部分 向其他连带债务人 向他没有履行的 份额的方位内进行追传 如果是 那个债务人实在没钱 被追传的连带债务人 不能履行其相应份颁的份额的 其他连带债务人 应当在相应的份额方位内 按比例 分摊 这个超额支付的债务人的损失 什么意思 来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 BCD四个债务人 共同承担了一个80万的债务 他们是个连带债务 债务人有权要求BCD 任何一个人 或者任何几个人 或者全部来共同承担这80万 虽然BCD他们内部有个约定 每个人只承担25% 当然这个约定 A没有认可 所以对于A来说 他们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好了 假设到惶惶日 D和E这两个人很老实 每个人都把20万逃出来了 而债务人C只掏了8万 那么A觉得B有钱 就盯着B要 B把最后 差的32万全部支付了 那么拿到80万之后 A笑明明的走开了 好 下面我们看追场怎么追场 现在明显B 这个年代债务人 他是超额支付了 他有没有权利要求D和E承担 目前没有 因为D和E已经履行了 他们份额之类的债务 但是明显是C没有履 所以B 一开始要求债务人C去承担 他应当承担的份额里面 不足的部分 问C要12万 如果C把12万付了 也就BC第一 根据他们的内规约定 每个人恰好是付到20万了 对付责任 但是问题是 如果是债务人C 逃不出这12万怎么办 难道B垫付的12万 有他一个人承担吗 并非如此 如果是C 逃不出这12万 由其他年代债务人 共同承担这个超额支付的 年代债务人的损失 超额支付是不是超额12万 那么B第一三个人 各自承担其中的死亡 所以D再逃死亡出来 E再逃死亡出来 分别打给D 也就是说B第一 分别损失了死亡 什么时候等C有钱了 我们各自4万块钱 再向他进行追逐 我说明白了吧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连带支债的消灭 那么债务的消灭有多种方式 你看这里面 黄色字给大家介绍了 清偿抵消 击损免除等等方式 都可以是债务消灭 如果是部分连带债务人 他独自清偿了 所有人的债务 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么其他债务人债务 都会发生消灭 当然了 那这个清偿的债务人 那么他超额之父了 他可以向其他连带债务人 进行追偿 这个例子我们之前解释过了 那么如果是抵消提存 也是一样的方式 抵消和提存 具体内容 我们在后面给大家介绍 我们先看一下免除 免除顾名思义 就债权人豁免 某一个或者几个债务人 他的债务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他豁免了某个债务人债务 在该连带债务人 应当承担的份额范围内 其他债务人 对债权的债务也消灭 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B和C两个债务人 承担连带债务 合计80万 虽然他们内部约定 各自承担50% 但是A不认可 那么针对这样的情况 本来A是可以要求B 或者要求C 或者要求B和C 共同承担80万 但是A出了一个昏招 他免除了B对自己的债务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他再让C进行清场的时候 C可以对于A 向B免除债务的 那一个部分 那一个份额 C对应的 也免除了自己的债务 也就是说 你免除了B的债务 那B和C 跟我之间的份额 本来各自的50% 相当于你免除了 他40万的债务 你免除了他40万的债务 那么这40万 也不能问我 那么因此A 最多最多只能向C去交 80-40所剩下的40万 再来看 如果是部分年代债务人的债务 与债权的债权 同归于一人 发生混同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扣除该债务人应当承担的份额之后 债权人对其他债务人的债权 依然存在 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个和免除很像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比如BCD对A承担年代债务90万 内部约定 按份额各自承担三分之一 债权是A后来去世的 由甲继承了其债权 那甲和B之间是夫妻关系 而且这个借款 也用于甲和B的一个共同生活 在这样的情况下 也就是甲对B的债权 以及B所承担的债务 发生了混同 那么也发生了和免除相同的一个法律后果 也就是B不用滑 在这样的情况下 甲能不能要求CD共同承担90万了 你只能要求CD去承担 你混同的30万所剩下的部分 90-30等于60万 让C和D承担60万的一个债务 第四点 如果债权对部分年代债务人的给付 受领持盐的 对其他年代债务人也发生效率 是什么意思 如果给付的是货物 那么债务人在交付货物的时候 那债权持盐受领 那么持盐受领的这个行为 其他债务人 共同享用这个看见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论 所以最后我们会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 清偿抵消提存免除混同 都会导致债务人消灭 但是如果是清偿抵消和提存 会产生一个追查的问题 而免除和混同 不产生追查的问题 剩下的年代债务人 在债权从免除或者是混同的 那个债务人的份额内 他相应的会免除自己的一个责任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对年代债务人B 他对债权之间有个200万的债务 这时候有另外一个年代债务人C 和B之间承担共同的连责任 假设债权人和债务人B之间这200万 发生了免除或者混同的法律后 在这样的情况下 年代债务人C 也在本来是B应当承担的份额的范围内 免除对债权人的债务 下面我们来看第四个支撑点 电子合同旅行 什么是电子合同 那想象和书面指示合同是对立的 往往是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 而定的合同 这种合同是电子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 定的电子合同 它的标的是交付商品 并采用快递物流方式交付的 淘宝嘛 对吧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以收获人的签收时间 为交付时间 什么时候是为淘宝的商家 把东西交付给我们呢 是为他已经履行完义务 以收获人的签收时间来付 而不是他的发货时间来付 再来看 如果电子合同的标的物是提供服务的 深层的电子凭证 或者实物凭证中所载明的时间 为提供服务的时间 如果交付的不是有型的商品 而是无型的服务 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电子凭证 它所载明的时间 如果前述凭证没有载明时间 或者载明的时间 以及实际提供服务的时间 不一致的 以实际提供服务的时间为准 另外 电子合同的标的物 如果是采用在线传输方式来进行交付的 就是说我买的是一个CPA考试的晚年的试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 合同标的物 进入对方单神指定的特定系统 且能够检索识别的时间 为交付时间 比如说 我向卖家提供了我的邮箱 他把晚年试题 以电子版的形式 发到我的邮箱里 一旦进入我邮箱的系统 能够识别到了 已经收到一个新邮件了 这个时候 视为交付成功 电子合同当事人 对交付的商品 或者提供服务的方式 时间另有约定的 从此约定